就像溜滑梯一樣 在語音學裡面 我們稱它做滑音 那它為什麼會叫滑音呢? 因為它有兩個部分 是因為它整個在口腔發音裡面的動作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將下巴、舌頭往下壓 下巴往下壓 往下發音發壓 壓東西的壓、壓直的壓這個音 這是第一步 再來呢我們把這個音往後拉了 我們發呃的音 呃的音就接近軟呃 整個口腔的後半部 呃 這是第二步 所以這個音的第一步是壓 把它壓下 呃把它往後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往下壓 往後上方移動 壓 壓 壓 就像它的勾勾一樣 然後我們要看看它的例子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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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指音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要練習母音的部分 是在這樣 然後我們要來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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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做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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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再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跟我做四个简单的口部运动 第一个,嘴巴上下张开 第二个,嘴巴向左右伸展 第三个,嘴巴缩起来像圆弧形一样 第四个,嘴巴向外伸展到最大 都会了吗? 这四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等一下学习的母音哦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母音 各位同学,如果我们生病了,那怎么办呢? 没错,我们要去看医生,对不对? 这个母音呢,就是医生的医 它是长颈母音 首先,我们把嘴巴向外 左右,向左右伸展开来 露出牙齿 舌头在前面上方的位置 一 一 记忆的秘诀是 你看,它这里有一点,对不对? 看到这一点,就要记得它是发长音 所以我们要把尾音拉长 一 一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Key Key 好,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因为它舌头是在上方前面的位置 一 我们来看第二个母音 是不是长得很像呢? 可是看好哦 它这里没有那一点 所以它是发短音 它是短松母音 I I 请跟我一起把嘴巴也是一样 向左右伸展开来 舌头稍微往后挪一点 I I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Six Six 我们放在长音1的下方 因为代表它的舌头比较往后挪 比较下来一点 I I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母音 这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上网的那个E呢? 它也是英文字母的E 但是它不念E 它念A E E E 看它有看我们这边的形状 是不是它会连起来 它是没有 这边是没有开口的 所以要记得 我们的嘴巴最后面要合起来 首先先把嘴巴上下拉开 发 E 的音 E 再来 嘴巴向左右伸展 牙齿并龙 发 E E 将这两个音合在一起 A A 再连起来一点 A A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Day Day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因为它的舌头是在中间的位置 稍微偏下 A A A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母音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母音的形状 它是不是有一个开口 头左的开口 像是我们数字的倒3 把3倒过来写 要记住哦 它有开口 所以我们嘴巴不能够合起来 把嘴巴微微张开 发一个短音 A A 舌头在前面 中下方的位置 A A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Air Air 好 我们放在A的下方 再来 这个母音呢 它的名字叫做蝴蝶音 为什么叫蝴蝶音呢 仔细看一下它的形状 它是很对称的两边 是不是很像蝴蝶的翅膀呢 所以我们叫它是蝴蝶音 这个音要怎么发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把我们嘴巴跟它的形状一样 往外整个伸展开来到最大 舌头向下湿力压 A A 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子 Black Black 要记住 舌头在最底下的部分 要吃力 加下巴往下压 A A 好 我们将它放在A的下方 我们复习一次 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要发长音 E E 没有这一点的呢 发短音 E E 舌头向后挪 E E 第三个 它 没有缝隙 是合起来的 所以是 A A A 有开口的 短音 嘴巴不合 E E 蝴蝶音 蝴蝶母音 嘴巴整个向外伸展到最大 舌头向下压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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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同學,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教一組四個的圓唇母音 圓唇母音顧名思義就是要把你的嘴唇變成跟圓形一樣 像我這樣哦,督起來 好,我們看第一個母音 先注意一下它的音標的形狀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尾巴 有尾巴拉出去,所以我們要念長音 它是一個長頸母音 把你的嘴巴向內縮緊 然後氣流呢,從嘴巴中間的小洞流出 嗚,嗚,舌頭往後伸在上方的位置 嗚,嗚,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子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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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好,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因為它的舌頭,我們的舌頭是在後方上面的位置 看到尾巴記得發長音 嗚,嗚,嗚,好,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它的音標符號 是不是沒有了,尾巴是不是不見了 所以呢,它發短音 它是一個短松母音 嘴巴稍微也是一樣,向內縮 但是稍微放鬆 發一個短音,舌頭下降一點點 它是在後面哦,不要忘了 跟我發一次,不,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例子 嗚,嗚,嗚,好,我們現在把它放在嗚的下面 因為它的舌頭稍微下降,嘴巴放鬆 嗚,嗚,我們看第三個母音 有沒有看到它長的是不是跟數字0一樣呢 等它不念0哦,它念 哦,哦,我們的嘴巴就要跟它的形狀一樣 呈現這個形狀,向內縮緊 哦,哦,先把嘴巴張開 發一個哦的音,也是像塞饅頭一樣 嘴巴裡面塞了一個饅頭 中間,微微張開,哦,哦 最後,最後,合起來 嗚,嗚,再把兩個音合在一起 哦,哦,會了嗎?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它的例子 哦,哦,I see,哦,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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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再來第四個例子 看它是不是有一個開口呢 看到這個開口就表示我們的嘴巴不可以完全合起來哦 縫隙要留大一點,像裡面塞饅頭一樣 哦,哦,對,就是這麼簡單 哦,哦,看一下它的例子 握,握,好,我們就把它放在哦的下面 因為它的舌頭呢,已經往下挪哦 哦,哦,好,圓唇母音結束了 我們再來是要看三個很有趣的母音哦 看,像不像小豆芽 啊,它是英文字母的A 可是它不唸A,它唸啊 啊,嘴巴上下拉開,發出尖叫聲 啊,啊,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例子 dark,dark 好,我們把啊放在這裡 為什麼放在這裡呢 因為它的舌頭向下 下巴稍微濕力向下壓 啊,啊,好,第二個 它叫打嗝母音 當我們吃很飽的時候 母師會有一股充滿小 呃,呃,會打嗝 所以呢,打嗝母音其實很簡單 把嘴巴張開一點點 發出打嗝聲 呃,呃,就是這麼簡單 看一下它的例子 venus,venus 好,我們放在這裡 然後第三個母音是金字塔母音 它的形狀就跟金字塔一樣 看到這個頂點呢 就要想到它的音比較高一點 然後舌頭往後挪到軟二部分 它的音是介於啊跟呃之間 然後我們先發一個啊 再發一個呃 然後跟著我唸一次 呃,呃 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子 ton,ton 我們放在這裡 我們複習一次 有尾巴的呃 是唸長音 所以唸 嗚 嗚 沒有尾巴的呢 唸短促音 嗚 嗚 全部合在一起的 嘴巴要由開到合 嗚 嗚 嗚 有開口的 嘴巴像塞饅頭一樣 不可以合在一起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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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字母A 不唸A 唸A 嘴巴上下拉開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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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塔母音 介於 嗚 跟嗚 之間 所以是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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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